每個部門、業務還有客戶的交易金額 那這個部分的話,當然我們第一個可以把那個 就是需要的資料留下來,需要欄位,比如說部門、業務跟客戶 那所以我們當然有幾種方法,你也許 我講過啦,你可以列、欄還有報表,如果你要把它擠在一起 也可以,或者你要把它分開來也可以 也許呢,比如說我就部門、業務跟客戶 那分別呢,把剛剛的東西,把那個年度這個拿掉好了 月份也拿掉,剩下那個裡面的 加總金額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我們把那個 這個業務部門名稱放過來 那底下的話,也許就是他的姓名吧,然後再把那個客戶呢 也許就放在欄好了,客戶名稱 OK 那這樣的話呢,再統計他的銷售 的那個總額 不過你會發現呢,會有個問題說 他有一些有資料有些沒資料 所以我們把客戶 也許就把它擺在下方吧 也許就全部串在一起 如果你把它放在欄的話,會有個問題說 有一些 客戶呢 對 沒有辦法對應到某些的 那個 那個業務 因為有些業務沒有跟那個客戶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比較好的方法也許你把它放在一起 那這樣的話 就會是一個 哪一個 部門 的哪一個人 這個地方的話就會 列出他 對照的那個客戶名稱 所以 那最後當然呢,你也可以再加上那個 那個什麼 報表篩選 就可以把我們要的資料 給做出結果來 這個是 這是 那個第10個問題 那第11個問題就是要列出2009年的Top Sale 假如說,我希望把那個 應該叫做嘛 應該Top Sale的排行榜 那排行榜裡面的話,我們剛才有做過啦 就是篩選 篩選的話呢,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那個 這個2009年的 Top Sale 所以 Top Sale裡面可能第一個年度 我們需要 只留下2009年 那第二個就是 那個業務姓名的 銷售總額 所以我需要 大概第一個 也許我們可以怎麼樣 把那個 一樣 這邊再重新 插入一個新的 樞納分析表 那這個樞納分析表裡面的話 列部分 我們就是用那個 Sale 所以就是那個 員工姓名 假設我今天 員工姓名 OK 第二個的話呢 哪一些員工 2009年 可是問題是 2009年他沒有單獨欄位 所以怎麼辦呢 你可以從年度裡面 去做什麼 做篩選 只留下2009年 OK 然後呢 把那個業 銷售的金額 把它拉到那個值裡面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可以把這個銷售金額 拉到統計的 那只留下2009年的部分 那怎麼留下比較簡單 那有幾個方法 你可以怎麼樣 或者你乾脆直接把年度放在哪裡 報表篩選也可以啦 你把它放在這邊 然後這邊 報表篩選你就 只點選2009年的 按個確定 這樣也OK 但如果你今天呢 假如把它放在那個 藍標籤的話 其實也OK 就是你一樣做篩選 2009年的 這樣子 他有多一個總計 感覺好像似乎放在哪裡 放在那個報表篩選 好像會 比較OK 所以乾脆放這邊 從這邊去篩選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他排行榜就出現了 只是說呢 他目前的順序 並沒有按照什麼 那個業績高的 跟業績低的 那如果你要排序的話 當然有個簡單的方法 我們剛剛講過 就是把合計部分的 這個 範圍有沒有 但不包括那個最下面那個總計 因為下面總計不用排序 再來的話用那個 資料裡面的那個 A到 Z到A才對 有沒有 就是 業績高的 在上面 業績低在上面 把它排序一下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看出來 那如果你要抓前幾名 比如說 剛好那個年終的時候 要上台零獎 或者是說要 頒發什麼樣 等等你就可以 把這些抓出來 然後就可以很快有些資料 那當然最後不要忘記說 這邊 建議是怎麼樣 再把他的那個 千封位符號加上去 然後去掉 兩個小數點 這樣 感覺看起來 就非常的清楚 所以這部分的話呢 我們有12個問題 就可以很快 撈到你要的 結果出來 當然 其他的話你也可以在活學活用 有的時候其實 可以針對你要這些欄位裡面 你要看怎麼樣擺放這個資料 其實有蠻多的彈性的 其他當然還有 我們剛剛有提過就是 那個交叉分析器 這個也可以試用看看 交叉分析器裡面 還可以再加上 就是說我剛剛 類似像 什麼大專程度以上 3萬塊以上的那個 你可以用交叉分析 不過交叉分析器有個問題是 2010以後的版本才有 OK那 這部分的話請各位就試著把那個 12問這部分 把它完成 好然後另外的話也許 就是 再 找一個問題 去試著把那個 圖的部分 再繪試一個看看 試一下